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 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机 十四五规划钢要明确提出 未来创新的重点在实体经济 更在制造业 华林香钢 作为全国钢铁制造的领军企业 深耕行业 积极探索智能化升级 一块钢板的诞生 要劣经冶炼 连柱 粗闸 精闸 热处理等数十道工序 粗闸作为其中重要环节 为确保生产正常 工人每天都需要在炸钢车间的操作台中 进行监控和手动转钢操作 对于工人的转钢经验依赖程度非常高 同时要求工人注意力高度集中 为应对以上挑战 华林香钢积极创新 联手华为公司与北京红市共同孵化出 可复制的人工智能粗闸钢胚转钢方案 该方案由华为Atlas 800推力服务器 及北京红市提供的转钢分析算法 为现场提供实时转钢角度分析能力 基于高效的智能角度识别 进而通过控制设备将钢板调整至目标角度 实现粗闸钢胚全流程百分之百自动化 转钢准确率达百分之百的同时 效率可与熟练工人相媲美 通过智能转钢方案 工人只需在中控室远程教业 使其远离危险的生产现场 在环境更舒适的地方工作 提高员工工作感知 未来 华为将继续助力华领香港 不断探索钢铁行业创新应用 共助智能制造新时代